对决普京 美议员提法案威慑中共 若侵台 将遭毁灭性精灵制裁 福克斯新闻报道 1月24日 北约宣布 由于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 跟北约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达到白热化 北约将派遣战斗机与船舰前往东欧 美国总统拜登23日则考虑 派遣数千名士兵或派出海军舰艇 以支持受到威胁的北约盟国 报道称 丹麦将派遣一艘护卫舰前往波罗的海 并派遣4架F-16战斗机前往立陶宛 该份北约声明称 西班牙也派遣船只加入该地区的北约海军 同时正在考虑派遣战斗机前往保加利亚 法国表示 愿意向罗马尼亚派兵 而荷兰也表示 将于4月派遣两架F-35战斗机前往保加利亚 周日 在戴卫营举办的简报会上 顾问们向拜登提供各种选项 以回应俄罗斯在东欧的侵略 拜登当时正在考虑派遣3000至5000名士兵前往罗马尼亚 拉脱北亚 立陶宛及爱沙尼亚 拜登也考虑 不准海军舰队造访可能受到威胁的北约盟国港口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 都在线上参与致辞的简报会 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则是亲自出席 一名官员向福克斯新闻坦言 俄乌情势令人深感担忧 他透露 拜登总统最快本周就会做出决定 但目前不考虑派遣美军前往乌克兰 拜登日前曾明确表态 美国去年夏天从阿富汗撤军后 他不愿意再卷入另一场外国冲突 21日 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进行网络会晤 讨论议题包括了乌克兰与俄罗斯边境的危机 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在分享拜登通话细节时表示 日本表示跟美国在对俄罗斯的立场上密切一致 美国如果采取行动 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 日本将全力支持美国 乌克兰中将帕夫·刘克接受英国《泰晤时报》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间点很有可能是在2022年2月20日 也就是北京冬奥闭幕当天 CNN报道 上周五 摄影师蒂莫西·法德克在与乌克兰的前线士兵们共度时光后表示 虽然士兵们对于俄罗斯会从哪里进行攻击 没有取得共识 但他们都百分之百相信它会发生 美国从乌克兰撤出侨民 向前线提供武器 派遣航母的这三个动作 外界分析指出 都是美军开打前的标准操作 普京本想大兵压境 给西方和美国一个下马杯 没想到 可能戏眼成真 不得不实弹开战 至于战事如何 那还得看 有关国家民众想要参战程度 战争伤亡程度 即俄罗斯和西方及美国各自得到的利益来决定的 看来2022年的第一场战争 恐将一触即发 外媒报道 中共对多个国家的全面渗透 已引发警觉 跨欲思想作家范仇认为 在台湾可能有23万人是中共的眼线 台湾军事专家于宗基则提醒各国政要赴中国大陆移植来源不明的器官时 会遭中共以此作为威胁把柄 伴筹表示 以中共在乡村每百人安插一味眼线的逻辑来推算 台湾内部可能已经有23万人被中共超前部署 第一种是政治界与学术界 原因在于过去经历 有把柄在北京手里 不得不配合 第二种是军队中的不满者 第三种是直接被收买的 第五纵队会配合共军制造始端 于宗基表示 近年大家都警觉到了中共的蓝金黄计划 但现在还增加了滤金计划 这项计划是利用中共大量的非法器官移植库 当各国政要的身体出现问题 又无法等待 或得等待很久 就会到中国去移植器官 中共就会继此掌握威胁的把柄 提到中共渗透 于宗基表示 不止台湾事态严重 美国也面临同样问题 而大学老师与学生都成为重点锁定对象 特别是中共对台湾大专院校的渗透 每年至少开放5000名台湾学生申请到中国大陆参加实习 很多人返台后 观念上无形中都受到影响 范仇认为 2022年中共对台认知战的强度一定会超越过往 从防止台独到煽动反美 中共当前的认知作战就是只要你准备自卫与备战 你就是好战 这是流氓强盗逻辑 他表示 虽然开不开战是由北京决定 但备不备战是台湾自己要负责 范仇也归纳了两岸未来可能四化的趋势 其中包括了台湾香港化 香港中国大陆化 中国大陆新疆化 以及新疆北韩化 1月13日消息 嘉能珠海有限公司 于2022年1月12日发布公告 宣布将终止公司生产 并为员工提出补偿方案 据大陆媒体报道 珠海市高新区管委会工作人员 确认了该公告内容 并称 嘉能珠海已就停止生产 解散职工相关事宜 向管委会做了报备 待企业与员工达成协议后 就会及时公布 公开资料显示 嘉能珠海有限公司 成立于1990年 是较早进入中国的世界巨头 生产经营范围 从最初的镜片 照相机 到后来的印表机 传真机 扫描仪等 目前产品主要包括镜片 数码照相机 数码摄像机等 旗下的相机产品 更是以优越的性能和完美的手感 在业界获得广泛的赞誉 值得一提的是 2013年总投资15亿元 产能扩大一倍的嘉能珠海有限公司 新工厂才刚刚投产 产品类型覆盖数码相机 小型数码摄像机等领域 其中 数码相机 年产能达到2000万台 嘉能的关闭撤离 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 相机生产受到手机的冲击 其次是 中国的供应链断裂 嘉能无法保证供货 第三可能还是 和日本有计划组织企业撤离中国有关 据报道 日本公司这两年一直有计划 成规模地退出中国 2020年 日本经济产业省拨款22亿美元 资助日本厂商生产线撤出中国 首批87家在华日起撤离 其中30家将把生产线转到东南亚 57家将迁回日本本土 2021年9月 进入中国30年的大连东芝公司也关闭了 相关产品改为在越南和日本国内生产 不管是大学老师理性质疑南京大屠杀 死亡人数被围攻 还是网友穿日本衣服被扒掉 都说明大陆民间愁热的情绪非常高 再加上日本在台湾问题 以及冬奥会上坚持立场 都可以看出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在恶化 如果放在中共政府 被全世界孤立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更是如此 大陆一篇网上热文这样写道 网上的爱国群众根本没有意识到 日起撤离对经济发展 就业失业的冲击仍然只是一味的嘲讽 媒体和专门做爱国生意的大V们 也不断自我安慰说 日起大规模撤离中国的说法有水分 是炒作 他们撤出是基于自身产业调整的原因 使市场淘汰走的 没事的 接着奏乐 接着舞 可是到如今 人们是否更应该反思一下 中国人到底是应该全面抵制日货 还是要抵制蠢货 中国经济的未来在哪里 失业人员如何安置 日前 时事评论员沈舟发表文章指出 习近平1月21日 再晋升7名上将 大致完成了5大战区 和5大军种的主观人事博局 应该也选好了20大的中央军委人选 二十大是习近平2022年的重中之重 军队布局又是所有人事布局中的首要一环 因此 2022年一开始就基本完成 此次晋升上将的7人中 两人是中部战区的继任者 一个是中部战区新任司令吴亚南 一个是中部战区新任政治委员徐德青 中部战区拱卫北京 在5大战区中对习近平最重要 中共的5大战区 5大军种和武警部队 共有11个政治委员的职位 这次一口气就换了5个 至此习近平对5大军种的布局基本完成 中共火箭军 陆军 海军 空军 战略支援部队 武警部队司令已全部更迭 政治委员也仅剩空军未见公开信息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后 习近平在20大前大致完成了5大军种的主要人事布局 5大战区主观更换也基本完成 5大战区布局只差东部战区 东部战区作战方向为台海 东海 是以中共军队对外挑衅最频繁 也最可能挑起战事的地方 比其他战区更要紧 习近平可能还拿不定主意 也可能缺少合适人选 2022年1月4日 习近平发出军委 2022年1号命令 放弃了聚焦备战打仗 提出准确把握安全和军事斗争形势变化 紧盯战争之变 对手之变 并要求迎接中共二十大 1月21日 习近平再次授权 向党内对手展示军权在握 此次军队布局中 不少新提拔的干部属于火箭式升迁 表明习近平仍然在不断寻找新人 以其彻底抛弃 将派在军中可能残余的势力 对习近平忠心无疑 是最核心的选拔标准 聚焦备战打仗干脆不再提了 为了二十大 习近平需要确保军队的绝对中心 目前需要时刻准备枪口对内 防犯政敌 防犯被认为可能有威胁的力量 而不会调转枪口倒戈 这才是中共军队最大的任务 面对不断升级的台海局势 国际社会积极采取行动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 苏立文21日提出 与台湾站在一起法案 若中共武力侵犯台湾 美国政府将依法对中共 领导高层和中国经济的重要产业 实施后果严重的全面经济金融制裁 法案中提到 包括对中共成员及产业界的制裁 以及禁止美国金融机构 包含投资公司 私人资本公司 风险资金公司和避险基金 投资于任何与中共有联系的中国实体 也禁止进口开采 制造在中国生产的全部或部分特定产品 美国将与同盟和伙伴密切协调 鼓励他们对中共采取类似的经济 商业和金融行动 就在苏立文提出法案的当日 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也在视频会议上承诺 美日双方将共同对抗中共 在亚太地区的野心 两人强调 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反对中共改变东海与南海现状的企图 并对中共在新疆与香港的作为感到担忧 另外 美国退役海军上将史塔弗·瑞迪斯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若中共跨越红线犯台 美国将以经济制裁作为回应 并提供台湾政府自我防卫所需 例如弹道防御系统或网络控制资源 此外 也会在情报与联合军事训练上予以协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